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段新闻我看完觉得很精彩 那你讲一下这段新闻说什么 其实前几天已经有《中文》媒体大肆报道 甚至信息研究成果发表 是在很严肃的《科学期刊》 在《自然期刊》公布 所以這個很科學的關於埃及穆乃伊考古研究 既可以由神秘知的角度 也可以由科學新知的角度去講 在科學新知一定講一下背後的 怎樣去考證 還有從科學方法獲得到什麼新的知識 很有趣的 其實現在我們終於有一個機會 去比較精確地掌握到 那個業制穆乃伊的配方 大家都知道穆乃伊的過程 除了需要清除一下內臟 將它進入罐裡 也需要用到它們自己調製的一些香料去做防腐 或者令到它很密一點等等 但是那條配方香料究竟是由什麼材料去做的呢 我們其實一直沒有一個很實際的概念 我們大約只知道 有一些的字文 我們可能在其它的途徑聽過 乳香和抹藥 如果大家熟基督宗教的 耶穌出生的時候 東方三漠士 送黃金 乳香抹藥 乳香 我們大約知道 其實今時今日 因為在那個基督宗教傳統 我們大約知道 乳香是來自什麼的 那個配方為今時今日都還有在那裡 但是抹藥其實是一種配方的東西 還是一個系列的東西呢 因為抹藥很多時候在說 拿來不只是工房 去塗抹在死者的屍身上的一種東西 它有一種令它香 甚至我想有一種既定的保存質量防腐的作用在那裡 我們對於抹藥精細地有哪幾種呢 其實不是太清楚的 但是由埃及這個經驗裡面 我們發覺原來是可以很複雜的一個配方 一堆東西來的 你可以想像就是等於一個菜式不只一種菜 是沒有一系列不同的菜式在那裡 但是都是有一個功能在那裡 那這次呢 《自然期刊》它公佈就是說 由這個負責去處理木乃伊的那堆這樣的業料裡面 我們可以做一個 終於可以做一個比較精確的分子化學的分析 來去知道裡面那樣東西是什麼 然後也都知道它對應的 在古埃及文詞裡面 是用一個什麼的名詞來去命名它 於是我們不是只有一個字面上了解這件事 是由一個科學成份上了解到 實際上那個埃及木乃伊本身是用什麼來去醃住的 但是後面那個問題也很多 就是疑問很多 第一樣東西就是 這些古代他們沒有化學的基礎 怎麼可以知道這些材料怎麼用呢 第二樣東西就是 這些材料其實不是在埃及本土找到的 他們在埃及本土找到的 他們在埃及本土找到的 是的 這裡又再慢慢說一下 他們發現到什麼東西 在他們發現的時候 我想最驚喜的一個位置就是 在同一時間做這個分子化學分析的時候 他們是找到一個考古為止 裡面有一些剛剛換換的東西 而是 台長現在呢 你展示出來的這個圖片 這些罐裡面呢 原來就是載滿了各種這些 拿來去處理木乃伊本身需要用的成份在這裡 竟然又找到這一套東西在這裡 等於你終於找到整個古代的百子櫃 已經找到這些配方 他說這一套是裝什麼 這一套是裝什麼 上面還有這套寫了是什麼 用古埃及的文字來去寫 如果你說純粹沒有這個分子化學的知識 你就會看到 我終於看到這個原材料的配方有幾樣東西了 於是那個古埃及文字呢 我就知道原來就是這個存在在這個配方裡面 就是這麼多而已 如果你想做一個更加科學層面的分析 就最好知道這個罐裡面 曾經裝過裡面那樣東西 究竟是什麼化學成份 是的 我如果寫這個罐是辣椒 你最好看裡面是不是真的找到辣椒的一些的份子 那就真的可以對應了 是不是 如果那個名字你都不知道是什麼 那裡面究竟那個化學成份是什麼呢 那我們就反過來 可以用科學的方法找回這個字本身 是在對應一個什麼的化學成份 那如果你由這個化學成份 你大約知道是有哪種植物是會有的 因為很多時候你說幾千年前 那種植物很多今天都還存在 於是你就知道 你也都會知道它的那個植物裡面 它的分佈的歷史你大約會知道 那它現在在這裡後面 就是那個圖裡面那些剛剛灌灌的那些成份的名字 你問我 我都問不出的 但是很多就是一些比較現成 由這個尼羅河流域或者附近 由它們的那些草藥那裡可以提煉出來的那些成份 那你可以想像就是 就是你古代中藥 那很多時候就是很多種不同的草藥配方 那樣去炮製它出來 整成這些藥的成份 是不是 古埃旁邊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 這些炮製這些草藥的方法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是來自動物材料 或者來自植物的材料 或者來自菌類材料等等 如果你看回中國古代那種 對於中藥的取材呢 植物有 動物有 甚至乎呢 純粹是無機的化學物質都有 就是說不吃散的那些東西 那究竟埃旗那裡用的多麼廣泛呢 那我自己不熟了 但是我就說回它那個裡面 那個考證的方法 那麼它們就在這些圖冠裡面 通常這些圖冠都曾經真的裝過那種成份 那種成份很可能有些就會變了質 也好 怎樣也好 但是你都總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分析 來看一下裡面是殘留了什麼的成份 你去影響推現它原本裝過那些什麼 就是譬如你知道那樣東西 譬如說一些穀物它發了烤 它可能變了酒 甚至變了醋 那反過來 你起碼知道這樣裝過醋 原本可能它不是裝過醋 原本是裝過穀物的 也不奇怪等等 那它就由這些圖冠內壁的殘餘那裡 去刮一些的樣本出來 就把那個樣本裡面的氣化了 然後再做一個分子的頻譜分析 就是我們就用那個 用那個科學的Term就叫Spectrometry 就是用那個頻譜分析那個技術 那很多時候你就用一個比較先進的技術 就會將那個樣本氣化給它 於是在一個比較低的濃度 那個樣本的分子濃度之下 你都能夠去找到裡面的成份是什麼 就不只是找到裡面有什麼的原子 直接找到裡面有什麼的分子 甚至去到這種程度 所以就有了這種方學技術 就令到我們掌握一些古代的這些成份 就掌握得好很多 差在尾去到掌握裡面 就沒有一些DNA的分子在那裡 但是那個化學分子就在那裡 有了這些數據 我們大約可以查一下 其實對應的是一種什麼的植物 什麼的草藥 什麼的藥材成份在背後呢 就可以找得回來 究竟是動物的東西 植物的東西 甚至乎就是說 如果那樣東西本身擠得來 你知道在埃及研究裡面很多都是的了 那些顏料它變了顏色 但是我們知道呢 這種變了顏色是由原本什麼來變出來的呢 可能原本是紅色 但是紅色很容易走色的 但是我們從追尋裡面那個 可能鐵那類的化學分子 它的成份就變化了 我們大約知道它原本那個紅色應該是怎樣 大約就是這種這樣的概念 我們對於那個分子 那個一路變化下來 有一個這樣的經驗累積 我們大約就知道原本應該是來自哪一種的植物 那好了 接下來就講到了 那這些這樣的 譬如有些它找到一些結果很有趣的 大部分的材料呢 都是可以在那個埃及文明流域那裡去找得到 但是其中有三幾尾的東西呢 就發覺那個的來源是遠到恆河流域那邊 去到古印度那邊 那這樣就令大家非常興奮了 就是說呢 竟然找到在這個研究 那個奶伊那個配方 就是那些業制配方的時候呢 找到一個的考證的結果就是說呢 應該是由印度是有一些的材料的貿易 是流入了去這個埃及那裡的 那這個就是最 我這個研究也是另一個最大的得著的地方在那裡 就是這件事你想想說幾千年前就已經出現了 不是說最近這幾百年大航海時代的東西 是說以千年計的一個時間 原來在這個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 他們是有一個的交流在那裡 有機會是 但是一個是亞洲一個是非洲 那就是那個時候有沒有這個航海的 那麼遠程航海的能力呢? 首先就要反過來說 雖然它陸地上面是連著 但是大家都會知道就是說 當時你要跨過去 你巴比倫文明 你兩河流也好 還是埃及文明也好 大家應該不是那麼能夠互相連結在一起的 或者有基本上是沒有記載 考證不了 可能是用陸路也不奇怪 但是如果你說更加省水省力 往往是由海路 如果你是更加遠程的東西 我們願意相信呢 應該是反而是由海路傳進來 才是合理的 就是我不知道我們聽眾有沒有那些 都真的試過去印度去做一些 就是 冒險這個旅行 那麼其實印度 你除了看它那個行河 大家怎樣去行河流域 大家怎樣生活 看它的宗教傳統的話 其實如果你去到印度海邊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多的古蹟位置 譬如有個別的位置 它聲稱是有上六千年 或者甚至那個 它講到八千年歷史 你信好不信好 但是在他們那個傳說之中 他們認為呢 這些這樣的有以上幾千年歷史的碼頭遺跡呢 他們認為是很平常的 也都意味著他們基本上認為自己呢 很早的祖先已經懂得有這種航海的能力 那種航海不是純粹是一個碼頭出發去捕魚就算了 因為如果你純粹是一個漁船碼頭 你搭一個棚 基本上你不用特意弄一個很硬的碼頭在那裡 然後可以留幾千年 而是真的有一些很硬的石的結構在那裡 你看到就是一個 相信是會做一些軟弱航行 比較大的船 來去跟一個比較遠的地方有交流的一個運動 那你說那個 從非洲到印度這條航線的歷史是有多少呢 我不熟悉這方面的考證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從我們有限的那個歷史知識 大家都可能聽過就是 譬如說葡萄牙航海家 華士古達加馬 他繞過非洲很望角 找一條航路由葡萄牙去到印度 當他去到這個非洲的東邊 大約去到索馬里島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他基本上是可以 你看到他的航路的歷史 他是不再需要盲蹤蹤地再找一條路 好像你晚上一刻黏著牧場來摸著來走 不開燈 這樣去走那種走法的 他直接知道就是有一條航路 可以直接一條直線 就吃著那個韋後鋒去印度 為什麼他能這樣做呢 基本上他運用到當地人的智慧去做這件事 其實他沒有這樣的經驗的時候 就借助當地人的智慧 告訴他有一條這樣的航路就去到印度 所以其實你說 在那個中東的歷史 印度的歷史 去到這個埃及文明那裡 這一條是由非洲到印度的航線 甚至乎它上面那個氣候的模式 我想是一早就掌握了 差在去到幾早 你如果告訴我 原來三千年前已經掌握了 我會相信 那在我們以前在那個 MARRADIO的附近 其實都是一個國際航線 濕水埗 是 阿拉伯人有去過那邊 所以大家不需要期待 那這一節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這個不是發現了 就是業制這個木乃伊 是每一個人體的部分都不需要不同的材料 是的 這裏我們自己講漏了 他這次發現很重要的價值就是 他整個配方說了 因為那些鋼和那個罐上寫了 究竟這一種材料用在哪一個部分 還有它有什麼功能 那原來他有個寫 原來用在頭上的 這個就可以令到身體有一種 很芬芳的氣味的 它寫出來的 寫在一個罐上面就是 基本上告訴你 這件事是什麼 還有是怎麼去用的 所以我們豐富 我們對於那個木乃伊 處理過程的知識 和裡面那個正式的那個化學成份 以及裡面背後 所告訴我們的那段貿易航的歷史 是一個非常之跨科很重要的補負在那裡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在很普通的主流媒體上 也很容易看到這次的步道就是這個意思 另外一個就是 剛才我們提到的那個航海 其實如果是航海 大航海 比遠程的航海 深夜的時候 是不是要看星去決定那個方位 那是 看星可以基本上取代了指南針的作用 你找到北極星就找到北方 所以就算沒有羅盤 只是靠看星 以及掌握貴風的風向 都有它那個航海的能力在那裡 已經是 嗯 好 那我們一隻就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來吧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 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在你自己的信息 我們在我自己的信息 我們在你自己的信息